黑暴一周年 香港经历了一幕幕严重违法暴力事件 从堵路、纵火、四处丢汽油弹 不同意见被撕了、被逼罢工 被阻搭地铁 商铺被捕乱破坏 国旗国徽被毁坏 港独旗、港独口号、爱国旗次 四处可见、法律形同虚似 暴力、港独、恐怖主义、爱国外部势力 结合起来并且走到台前 正所谓屋楼见逢夜雨 黑暴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的民生、经济和社会都遭受严重打击 如果不是有国家的强大后盾 我们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根本抵受不住 正是因为香港是中国香港 国际才对我们仍然有信心 因此黑暴一周年 只是会令人更加知道 香港社会稳定 香港人才可以安居乐业 祖国安全稳定 香港社会才可以更加安全稳定 祖国强大 香港才可以靠国家力量 继续发展 解决住屋向上流动 等等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香港才能够得以继续保持 长期范围稳定 我们这一代正处于大时代 我们肩负 保持续保持 历史和民族责任 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安全 并且找到国家发展的机遇 乘风破浪 与国家一起 盛世而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